春晚设置组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的镜头竟成了评判明星素质高低的照妖镜 1月28日 春晚第三次彩排在万众瞩目中开始进行 与此同时 于谦各大明星也纷纷现身彩排现场 众所周知 能参加春晚的明星肯定是经过了央视严格的筛选 但央视不是全能 他们能筛选明星业务能力的好坏 却筛选不出素质的高低 看到周围满满的记者和粉丝 晕晕棚下车后立马脱下帽子深深巨功 意在感谢一众衣食父母的支持 而值得一提的是 这并不是小月第一次向场外粉丝脱帽之线 早在参加第二次春晚彩排时 她就曾用同样的动作感谢媒体粉丝 由此不难看出 晕晕棚是真的把观众放在了心上 下意识的举动更是暴露了她极好的教养 而同样是喜剧演员 大豆相声社的演员却遭到了无数网友的抨击 起因是班主李音飞的搭档叶鹏 在到达现场后 第一反应不适合支持她的粉丝打招呼 而是随口将嘴里的口香糖吐在了地上 整个过程干脆利落 不带一丝犹豫 此事曝光后 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为了维护大豆相声社的名声 班主李音飞不得不在直播中 对此事做出回应 只是这番道歉话术 却是怎么听怎么别扭 上不了春晚啊 今年 说在春晚审查看见我了 对当天就被毙了 但同时呢 爱护环境从我做起 一定在大家的督促下 更好的规范自个儿的行为 难为蹲在央视门口的那些媒体呢 还能知道我们是干嘛的 除此之外 八五花顶流大秘密 也参加了此次春晚彩排 只是与观众期待不同的是 杨幂在到达现场后 就直奔央视大楼 期间 即便遇到粉丝媒体向她打招呼 她也是从耳不闻 为此 许多人都批评她实在是太过冷漠 殊不知 这其实也是她的一种自我保护罢了 要知道 此前连排下班时 杨幂走出央视大楼 就遭到了围观群众的围追堵截 期间不仅被挤在人群中 甚至还有人趁乱伸出闲珠手 摸了杨幂的头 有了前车之间 也不怪杨幂会在第三次彩排时 表现得如此冷漠 渔圈喜剧演员那么多 为何临到旧场时 春晚导演总会放下身段去请岳云鹏呢 要知道自从岳云鹏爆红以来 她的相声水平就一直备受质疑 再加上去年兔年春晚 她相声整体的拉胯 以至于表演过后 有许多黑粉攻击她 称她努力一辈子 也追不上郭德纲的步伐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 其实岳云鹏也有她的无奈之处 在演出之前 岳云鹏与孙月 完全没有上春晚的行程安排 为了好好陪伴家人 岳云鹏甚至还去了威海等地旅游 也正因如此 所以春晚的前三次彩排 一直没有两人的身影 直到第四次连排 两人才出现在央视大楼 而从中也不难看出 两人其实是赶鸭子上架 被强行拉去救场的 准备如此仓促 节目效果不佳也在情力之中 而且在春晚开场前 岳云鹏与孙月也曾跟观众打过预防针 希望观众不要有太高的期待 不过这也不免让人好奇 既然明知节目拉胯 为何春晚导演还要将两人请上舞台呢 实际上 被黑粉成为庸人的岳云鹏 在业内大拿眼中却是不可多得的天才 而且在副导演看来 岳云不仅人气旺 还完全有实力掌控全场 要知道对春晚来说 演员与观众的互动存在太多的不确定 所以很多演员一直不敢迈出这一步 即使有演员提出想与观众互动 导演也会慎之又慎 而在岳云鹏提出这个建议时 导演对他却是极其放心 因为舞台上的他不仅能把控好节奏 给其他节目留够时间 还能在现场玩献挂 将歌曲融合到相声中 实现真正的连环性 除此之外 岳云鹏本身自带的亲和力 也是导演选择他的重要原因 生活中的他正直善良 综艺上的他乐观开朗 与明星合作时他给足尊重 与素人合作时他也没有丝毫架子 即便现在的他已经火城顶流 观众们见到他也不会有任何距离感 或许这才是岳云鹏众望所归的原因吧 倪平能用自己学识拯救春晚因四张白纸造成的车祸现场 却挽救不了春晚岌岌可危的口碑 其实这一切还真的都是为了观众 一切都是为了观众 那为什么喜剧大咖纷纷从春晚跑路 观众也越来越不爱看春晚呢 2011年赵本山的作品接连被怕死 之后他便主动宣布退出春晚 彼时赵本山对外宣称的理由 是自己年龄大了承受不住春晚的压力 但他的各种访谈中不难看出 他之所以离开春晚舞台 归根究底是因为春晚的审查制度 让喜剧的内核变了位 在春晚导演的眼里 一个完美的喜剧作品必须包含三个要素 那就是煽情教育歌颂主旋律 在这样的限制下 大部分的小品最终都是以喜开头以悲结尾 然而在喜剧大咖的心中 观众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两者观念产生分歧又互不退让 也难怪赵本山会放弃春晚舞台 跑去地方台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赵本山之外 相声界大佬郭德纲在面对春晚的审核制度时 也不得不做出让步 更让他崩溃的是 因为他的作品不小心遭到了泄露 郭德纲与于谦不得不在春晚开场的前三天里 重新换题材重新排练 除此之外 曾经的喜剧大师陈佩思也深受其害 而且审核制度有问题外 创作氛围也是陈佩思所不能接受的 无论你有多好的包袱 无论你有多好的题材 只要不是固定的模式 作品都无法通过审核 除此之外 春晚的守旧模式也是新一代观众无法接受的存在 尤其是其中的饺子文化 更是成为让南方观众迷惑的存在 受综合因素的影响 以前只有南方人不爱看的春晚 如今连北方人也渐渐放弃